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说起直升机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火力强劲 行动灵活的武装直升机 或者是能够运送几名士兵 或少量物资的中型直升机 然而有一种直升机虽然很少有人关注 但它的本事可不小 不但可以装载上百名的士兵 甚至可以运送一架大型的飞机 它就是重型直升机 世界上有名的重型直升机也不少 有美国的CH-47支弩干 还有俄罗斯的米26等 而中国却一直没有自己的重型直升机 近日随着珠海航展的召开 俄罗斯与中国将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的消息 也随之传来 我国究竟要研制怎样的重型直升机 而空中的大力士又将为我国空军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4年11月11日到16日的珠海航展上 诸多先进的武器装备纷纷亮相 引来人们的惊叹目光 与此同时 有关装备的合作研发与贸易的谈判 也在多个国家间展开 据媒体报道 在珠海航展期间 俄罗斯与中国就联合研制生产重型直升机的谈判进展顺利 双方正在就具体的技术要求和生产计划进行商讨 而早在今年5月份 俄罗斯总统胡金便向媒体透露 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在计划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 所谓重型直升机 是指起飞重量大于20吨的直升机 现代战场上 重型直升机不仅可以用于运输各类军用装备 武器弹药 各型坦克 中程导弹等 还可用于紧急战略空降和机降 甚至还可以释放电子干扰 用于电子对抗等 它体型庞大 因此有着空中巨无霸的称号 而它的力气更是惊人 能够毫不费力地调起一架大型客机 让普通的直升机望尘莫及 因此又有着大力士等领程 有消息称 俄罗斯原本计划与中国联合生产米26重型直升机 但中国希望能够研制各项性能更加先进的新型直升机 在经过一番商讨之后 中俄两国计划研制以米26为基础 载重量超过20吨的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直升机 预计中国将成为这种直升机的主要销售市场 而该项目的研发费用也将高达上亿美元 因此有人猜测 新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具有出人意料的突出性能 我国山地众多 地貌复杂 重型直升机在装备物资运输方面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然而截至目前 我国只有从俄罗斯购买的两架米26 并没有自己研发制造的重型直升机 此次与俄罗斯的合作将大大弥补我国在该领域的部署 我们看到重型直升机可以执行普通直升机无法运送的大型设备 就像图片上看到的 甚至是一架空中的客机都会用重型直升机来运送 因此它有着大力士的美称 而且它的体积也非常的大 有着空中巨无霸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力气大体积大就是重型直升机的一个标志呢 曲老师 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在各个国家的军队 对这个直升机稍稍有一个分类标准 它基本上最大体积重量是20吨以上的 超过20吨的作为一个重型的直升机 它与普通的直升机相比 实际上前面就刚才你提到的两点 一个是个头大 算巨无霸 那是比普通的直升机要大很多了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算是巨无霸 就是它能装的东西变普通的直升机 变一般的直升机要装的量要多 其实从我国的地理环境来分析的话 我国其实很需要这样的重型直升机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研发的重型直升机 是不是说明重型直升机的这种研发的难度会比较大呢 杜老师 的确很难 这相当于直升机领域的各个办法猜想 现在重型直升机能够生产研制的国家 只有美国和俄罗斯 其他国家要不买要不租 说明这种武器装备 很多国家没有研制的基础 也没有制造的条件 那么从现在看 这种重型直升机表面上看 实际上很威武 运载能力也很强 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也异常强大 但是它的动力技术 材料技术 结构技术都非常难 你比如说这种重型直升机 如果是吊挂30吨的东西 那么现在机舱要什么样的结构才能承重 一般的材料恐怕没有办法 把这么大重量的东西放在机舱里 不发生结构性的变形 那么我想很多国家在这方面有需要 但是由于自己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再加上各种制造条件的限制 技术瓶颈无比之多 所以要想在重型直升机市场上 占有一时地难度极高 所以重型直升机的研发的确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 与其相对要求高的技术 相对应的就是它强大的功能了 尤其是在战场上 它往往可以发挥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991年2月24日晚上7点 美军眼镜蛇行动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展开 第101师的40多架CH-47支弩干直升机 满载着美军的先头部队 从坎贝尔战术集结底升空 在AH-64攻击直升机的掩护下 向伊拉克方向深入 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内 CH-47出动了100余架次 快速将两个机动营和大批武器弹药 以及物资运载到伊拉克纵深80公里处 并开辟了一个面积达到150平方公里的前方作战基地 切断了伊军南线数十万部队的退路 在此次行动中 CH-47支弩干重型直升机超强的运载能力 使美军迅速深入到伊拉克后方 将伊军打得措手不及 而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米尔6重型直升机也为俄罗斯立下了汉姆功劳 米尔6经常在战场上空做低空飞行 还在夜间进行兵力投送 装备运输和各种保障 从1999年9月23日到2000年3月31日 米尔6直升机平均日飞行量达到了6个小时 为俄军作战输送了大批装备物资 快速击降了大量兵力 而在一次强险迫降直升机的行动中 米尔6更是大显神威 当时一架直升机由于出现故障而被迫降落 但由于无法在原地进行修复 令在场的人员束手不策 最后俄罗斯军方出动了一架米尔6前往救援 面对无法动弹的直升机 火速赶来的米尔6依靠强大的运载能力将其吊挂起来 迅速空运到后方保障基地修理 使受损直升机的修复时间大大缩短 我们看到重型直升机在军事领域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打仗的过程当中 它不仅可以去输送兵力 而且运送一些设备 甚至可以营救自己的小伙伴 可以把普通直升机运送过去 它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呢 主要是运载能力极强 有些重型直升机的设计 基本上按照自己的主张装备外部尺寸和重量进行设计 在很多条件下 作战人员和装备的分离是战斗力的一个窗口期限 如果装备和人员不能够结合 往往会形成对方攻击的绝好时机 成为对方的攻击的理想目标 如果要实现重型武器装备和人员的同步输送 那么这种载重能力显得非常重要 所以这种载重能力强 还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强 它可以进行均衡装载 内部可以有各种作战物资 有各种战斗人员 外部可以吊挂重型武器装备 只要一着陆 人员在短时间内就和自己的武器会合 形成作战能力 我想这种能力是以前大家无比盼望的 以前这种远程机动 大家认为就是人员的远程机动 这个是之前战略投送最核心的一个属性 那么重型装备的投送 受到现在运载平台的限制 它只能够止后 你比如伊拉克战争 当时很多国家认为 如果萨达姆在三个小时之内发动攻击 对方只有所谓的肉体长城 没有重型装备 但是后来的这种重型运输装备 让美国的防御能力快速提高 我想这就是人和装备快速结合的一种效应 所以重型直升机能够让这个窗口的期限缩到最小 让自己作战能力恢复的周期降到最短 重型直升机强大的运输能力实际上让它在军事领域非常的具有优势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其实重型运输机也起着运送兵力和大型军备物资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会不会觉得重型的运输机和重型直升机这两个功能会有一些重叠呢 实际上二载在看了都是起了这个作用 但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 最明显的一个差别是机场对机场的需求会有很大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大型运输机你不管是C5也好C17也好C23年也好 包括将来咱们运输年也好 那么它需要有个固定的机场 需要固定的机场提供起降 那么直升机相对这方面要求就要低得多了 这是第一个可以至关能看到的区别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投放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像直升机带的这些兵的话 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些缆绳 这么直接就可以降到地面去进行作战 那么大型的运输装备运输机就做不到这一点 它可能需要通过散兵通过跳伞 或者跟着自己的这个作战车辆 这两些空降车跟着空降车一起投向地面进行作战 重型的直升机我们可以大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战术装备 而重型的远程的运输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战略装备 当然经过这个战术和战略应该是打引号的 那么不管怎么说 这个重型的直升机和大型的运输机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了 不过在这个车臣的战争当中 大显神威的米26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米26到底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米26是苏联米里设计局研制的重型运输直升机 绰号光环 该机长40米 机高8米 为奖直径7.6米 是世界上奖业最多的单悬翼直升机 这也成为它能够力拔万斤的关键装置 作为当今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运输直升机 米26的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56吨 可装载总重量20吨以上的坦克 护兵战车等装备 握着容纳8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安放60副单架和3名医护人员 相当于美国著名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载重能力 多仅如此 处机舱内可以装载物品之外 米26机身下还能吊装15吨的物品 2012年4月16日 在人们惊叹的目光中 一架米26直升机将一架图134客机吊起 飞向圣彼得堡郊外的俄锦机情况部训练中心 展示了其惊人的体力 而与其庞大的体型和强大的运载能力相对的 则是米26复杂的驾驶 一般直升机只需要一到两个人 即可以顺利执行飞行任务 而米26若要完成飞行任务 则需要五人协同配合 两名驾驶员 一名飞机工程师 一名领航员和一名理货员 同时由于米26驾驶舱事业相对狭窄 因此驾驶起来颇有难度 我们看到作为世界上现在目前最大的重型直升机 米26的实力可谓惊人 它可以达到运输力达到C130的运输能力 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神力呢 驾老师 我们可以从直升机的工作原理上去解释它 那么直升机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靠旋液的旋转以后 在地面产生一个作用力 然后一个反作用力 直升机能垂直起降 随时悬浮在空中飞行 然后通过旋液的改变 旋液的角度来飞行 那么旋液的这种力量来源于什么呢 主要来源于它的发动机 所以这个米26当年我记得 温泉地震他们来过 调装过一些这种抢救救灾的一些设备 大概是有八页的螺旋桨 然后它的发动机 一块强大的发动机 驱使它八页的螺旋桨快速的旋转 提供强大的胜利 所以这一点呢 也可以说在世界的 大型的运输直升机当中 应该也算是可以算上是最顶尖的作品 具备最大的这种运载重量 体型庞大的米26实际上 神力确实惊人 但是其实驾驭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像一般的普通的直升机 我们看到一个驾驶员或者两个去完成 它需要五个人共同来协作 这是为什么呢 邓老师 有可能两个方面 首先是米26问世时间比较早 那会儿的自动驾驶技术 自动操控技术不过关 所以只能靠多人 或者是不同方面的操作灵活配合 才能形成一种安全稳定的驾驶 如果今天在制造米26 我想在各种操作系统上 各种电船各种电脑的集成 有可能会大量的使用 操作起来比现在要容易的多 我们看有的万吨舰艇 它的操纵手柄 只相当于赛车的方向盘 那今后如果有了这种高端的驾驶技术 加盟米26 我想它的操控技术 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延展 另外有可能它的动作过于复杂 因为吊挂大型武器装备 或者重型装备风险很高 如果一旦重心失稳 或者是某一个角度 和之前所规定的参数不一样 有可能造成击毁人亡 所以在这点上需要观察 需要协调 需要配合 在各种条件下 包括不同的风速条件 不同的汽轴场条件下 要保持自己和货物的高度稳定 所以它需要观察 需要协调 所以多人驾驶 就提高了整个操纵的复杂性 那今后如果有一个传感器 它能够自动感觉到 机体不同方面的这些角度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平衡 我想今后这种自动驾驶基础 会让无比复杂的驾驶 变得更加简单 米R6需要多人驾驶 才能完成工作 的确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些缺陷 当然在今天人们高度的追求 这种机器的高度的自动化 智能化的前提下 米R6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于是俄罗斯就在米R6的基础上 又研制了一款新的机型 米46 由于米R6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俄罗斯又开始研制一款新的机型 米46 而据媒体报道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米里直升机制造厂 便已经尝试过对米46的研制工作 已经有了米26作为成功的案例 因此米46在研发时并未遇到大的技术难题 然而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 该项目却被有关方面认定为不合理 相关工作在开始后不久便被取消了 重型直升机力拔千斤 大力神究竟要如何练成 这的确很难 这相当于直升机领域的哥德巴哈猜想 一夜之间深入敌后开辟战线 局中若轻营救受伤伙伴 重型直升机究竟有何出人意料的作用 那么像直升机带着这些兵的话 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就可以 通过这些缆绳 直接就可以降到地面去进行作战 性能堪比C130大力神 强悍的飞机为何竟需要五人驾驶 因为吊挂大型武器装备或者重型装备 风险很高 欧洲重型直升机HTH隐身性能突出 重型直升机究竟有无必要实现隐身 你直升机做的很隐身 底下挂一个M777 挂一个榴弹炮 你还怎么去做隐身 重型直升机登上航母提上日程 巨无霸在航母上的起降 究竟有何不同之处 主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 就是有这样足够大的空间 有起降的甲板 能帮它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重型直升机 它虽然不起眼 但是在海上扫雷 前方侦察 预警 包括补给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 沙场正在播出 作为目前世界上现役最重的重型直升机 米26堪称业界的大哥大 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强大本领 然而它毕竟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 已经有着40年高龄的它 在新技术的运用方面 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 苏联又在米26的基础上 研制了米46 并极力向中国推销 米46究竟进行了怎样的改进 米46最终能否达到中国的满意呢 在此次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的合作中 俄罗斯曾极力向中国建议 对米46进行联合研制 有专家称 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的资金 来完成半途而废的米46的研制工作 据媒体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初 俄罗斯已经开始了对米46的研制 然而 就在一切进展顺利之时 却被突然叫停 米46不得不中途下马 有专家分析 由于米里直升机制造厂 也将对米26进行现代化改进 而升级后的米26 也将在各方面都技高一筹 米46的处境相当尴尬 因此不得不中止 二十年之后 俄罗斯又决定重启该项目 据米里直升机制造厂公布的初步消息称 除了加装了新型的导航系统 采用复合材料之外 相对于米26 米46最大的改变是减小了载重量 它的起飞重量为30吨 载重能力为10至12吨 由专家分析 由于大部分情况下 并不需要太大的载重量 适当缩小载重能力 将使米46的性价比得到大幅提升 对于重启后的米46项目 俄罗斯颇为重视 在此次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项目中 俄罗斯极力向中国建议 对米46进行联合研发 我们看到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米4令就已经开始被研制了 但是中途又是因为认为不合理而被终止 直到2010年 俄罗斯又重启了这项计划 米46的经历可算是颇为坎坷 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遭遇呢 德老师 我想米46之所以坎坷 至少两个方面走得不通 首先是从需求上和摇摆 因为当时的米26几乎是 基地化时代重型直升机的巅峰之作 是一个杰作 如果很多国家去克隆 或者复制这款集体南上加南 它的外部尺寸 它的载重能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所以它是金字塔尖那架直升机 但是这架直升机对于俄罗斯所有的装备 全能够进行输送 而且在军事领域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 为什么还要一个30吨的直升机 我想俄罗斯人对这个问号 恐怕一直拉不直 第二就是资金问题 因为俄罗斯在解体之后 或者重组之后 它整个的资金流并不充裕 目前虽然看到天然气卖了几个钱 但是目前它这种状况 只相当于前苏联时代的三分之一 所以从整个资金支持上 也不像以前那样财大气粗 因为前苏联时代 对各个设计局的支持 它是大把的卢布 那么现在随着卢布的贬值 随着俄罗斯绝对投入的量的不断缩小 在这些方面 公司得不到支持 另外它这些所有的项目推向市场 如果没有人去购买 如果没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那么这款直升机 有可能是一款赔钱的生意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不可以接受 那么现在它看到的市场前景非常好 很多国家不仅对米2-6 这种庞大的预输能力感兴趣 而且还有意加盟到直升机的研制过程中 所以感到重型直升机的春天 正在向俄罗斯走来 所以米4-6的重返 或者是重新研制 重新提倡日程 也就顺利成长 其实我们也看到 米4-6是在米2-6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的 那么相对于米2-6来讲 米4-6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改动 还是针对米2-6过去那些缺陷 比如刚才咱们路主人提到的前面 他们有五个人操作 那么它的现在是对这种技术的发展 整个的操控系统在改变 在做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第二款就是这个直升机 米4-6要比米2-6要做的小了一点 因为过去有开过米2-6直升机的人说 米2-6实际上是世界上最难开的一款直升机 可能是它的重量重 另外一个加上它吊刮那些东西 不太好掌控 加上前面的这些 因为出现的比较早 可能一些整个的技术手动控制起来都不是太好 所以说在这一块也做了一些改进 把它变小了 基本上还完全能够承担过去米2-6 能够承担的那些任务和角色 那么第三块改进主要就是说是对坐舱做了一些改进 所以过去的米2-6视野不是太好 视角不是太好 所以这次的改进是用米171的那种坐舱 来替代了过去米2-6的这种坐舱 中心改进的目的还是要提高整个直升机的这种电子化水平 操控的水平 包括它使用了这种人机配合 人机工程效果会更好 其实相对于米2-6来讲 米4-6在性能上得到了一些提升和改善 而且俄罗斯也极力的希望可以和中国合作 共同来研制米4-6 不过好像中国对建议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过下面的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面对俄罗斯提出的共同研制米4-6的建议 国国似乎并不满意 而是主张实施全新的项目 研制更加先进的机器 据媒体报道 在今年6月普京访华之际 俄方代表坦言 目前两国正在明确新型直升机可能的外观形式 以及它的重量级别 有专家分析 中国希望新型的直升机拥有更加独特的外观设计 在这方面 欧洲的下一代重型直升机 HT-H的外观设计就很震撼 不仅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防御能力也不可小觑 中国希望下一代直升机 在外观和隐身性上 都能够达到HT-H的标准 与此同时 我国希望新型的直升机载重量 能够达到20吨以上 可以装载两辆03式散兵战车 或05式两栖战车 和105毫米突击炮 而与强大的载重能力相对的 则是强劲的动力 由于我国地貌复杂 高原 山地 沙漠众多 因此我国希望新型的直升机 能够上得了高原 下得了海 据了解 新型的重型直升机 可能采用三台5000千万发动机 其动力强劲直逼米26 除此之外 对于新型复合材料 光电技术的采用 我国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因此有媒体评论 中俄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 将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一款机型 我们看到我国对于重型直升机的各项要求都非常的高 其中有一项是对于它隐身性的要求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款重型直升机来讲 对于它的隐身性要求 有必要要去实现吗 齐老师 去实现它肯定是没问题 但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这么去做 甚至于这款直升机的使用情况来看 包括它在作战当中使用的环境来看 它隐身不隐身 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相对于一款就一款运输直升机来说 实际上除了它的动力和它的运载量之外 运载能力之外 可能另一个指标 可能比隐身更重要 那就是消音 就尽可能的降低 它的噪音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另外一点 刚才跟杜主任我们分析的时候也说到这一点 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什么时候用 你觉得要有你自控权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用它 是吧 刚才您也提到了 你直升机做的很隐身 底下挂一个M777 挂一个榴弹炮 你还怎么去做隐身 所以关键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 但在作战使用上 它没有太大的价值 其实我们除了提出了 对隐身的这种技术指标的要求之外 还对其他的方面 包括材料 光电 动力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 那这些要求是否也预示着 未来重型直升机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想是中国直升机工业自主创新的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在动力技术 材料技术 设计技术 非控制技术方面有重大的突破 那么中国直升机制造的短板 就可以有效的被弥补 以前我们在直升机这个方面 一直是引进和仿制为主 但是没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我们引进和仿制的直升机 是外国的原版 但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直升机 它的军事需求是中国特色 如果一味的用外国的口味来满足中国的各种需求 这显然不合实际 如果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作战需要 设计出一种自己好用能用的直升机 我想这个是一个最高目标 围绕这个的最高目标 我们在很多技术瓶颈上 它可以引发很多突破 比如说动力技术是最核心的心脏 如果通过这次研制工作 能够让自己的心脏更加强劲 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材料技术 非共技术 包括光电技术 如果能够同步跟进 那么中国在直升机制造上的短板 就会被有效的弥补 我们会从一个直升机小国 变成直升机大国 其实通过这些高标准 高要求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我国对于这种重型直升机 是满怀着美好的一种期许 但是除了美好的设想 实践的操作才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我国早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对于重型直升机的一些研发探索工作 一起来了解一下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 我国便已经意识到了 重型直升机的重大价值 开始部署我国重型直升机的研制项目 直升应运而生 直升采用六片蒋液的悬翼系统 装两台T92涡轴发动机 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5吨 在当时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在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之下 直升机的研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但就在人们欢欣鼓舞之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重型直升机力拔千斤 大力神究竟要如何练成 的确很难 这相当于直升机领域的 哥德巴克猜想 一夜之间深入敌后开辟战线 局中若轻营救受伤伙伴 重型直升机究竟有何出人意料的作用 那么像直升机带着这些兵的话 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就可以 通过这些缆绳 直接就可以降到地面去进行作战 性能堪比C130大力神 强悍的飞机为何竟需要五人驾驶 因为吊挂大型武器装备或者重型装备风险很高 欧洲重型直升机HTH隐身性能突出 重型直升机究竟有无必要实现隐身 你直升机做的很隐身 底下挂一个M777 挂一个榴弹炮 你还怎么去做隐身 重型直升机登上航母提上日程 巨无霸在航母上的起降究竟有何不同之处 主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 就是有这样足够大的空间 有起降的甲板 能帮它解决一下那个问题 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重型直升机 它虽然不起眼 但是在海上扫雷 前方侦察 预警 包括补给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沙场正在播出 对于重型直升机 我国有着美好的期望 而且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我国便已经着手研制重型直升机 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该项目却在中途下马了 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引擎呢 而随着我国辽宁舰的服役和国产航母的开工 重型直升机登上航母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 它的出现究竟能为我国航母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辽宁舰和国产航母的开工 使得人们开始期待重型直升机登上航母的日子早日到来 重型直升机何时能够研制成功 也成为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 然而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我国便已经对重型直升机直漆进行过探索 在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下 直漆的研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1978年8月 一架直漆样机在某研究所净理厂房进行了净理试验 当载荷数值达到设计指标时 飞机丝毫没有受损的状态 载荷继续加大 直到超出设计载荷30%时 机体才出现不知现象 净理试验宣告成功 与此同时 在操纵系统的动态试验中 直漆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 然而 就在直漆一系列试验取得重大进展 科研人员备受服务之时 我国却突然叫停了该项目 1979年6月28日 我国决定直漆重型直升机研制工作停止 直漆仅生产了两架原型机就下满了 尽管直漆项目下满 但直漆研制的许多成果 为后来成功研制出直8直升机打下了基础 也填补了我国未研制过重型直升机的空白 我们看到直漆重型直升机 实际上是我国曾经寄予厚望的一款机型 花费了很多的科研人员的心血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为什么后来中途下马了 多老师 直漆下马的原因 我想从现在去看至少有两个 一个就是技术水平达不到 因为在直漆之前 我们国家引进的就是直武 这种直升机对于中国来讲 如果去复制去克隆可以 但是凭借当时的技术条件 要想去发扬框大 难度的确比较高 因为对于直升机来讲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机器 它跟一般的飞行器相比 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需求 比如它的发动机不是一般的窝角发动机 它是窝轴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跟其他发动机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之前我们在这个方面积累的所有经验 在直升机的制造上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一张白纸 要想凭借当时的技术潜力 直接跨越中型直升机 去研制重型直升机 我想在走和跑之间 恐怕会有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资金的支持 因为79年以前我们还没有改革开放 很多都是计划经济 你得到的科研经费和研制的难度相比 有可能不成比例 如果它需要100万 你就有10万的支撑 那么在材料动力很多方面的试验没有办法如期进行 这样攻期会被无限期的拖延 我想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直期只存在于我们美好愿望之中最核心的理由 当然了我们在很多技术需求上或者军事需求上恐怕也有一些摇摆 因为到底这个吨位的直升机能不能够满足需求 因为在直期问世或者设计的时候 国外的重型直升机已经成为装备 或者是已经穿上了军装 成为军队的重要平台 我们的指标跟国外指标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你还没研制就落后 我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直期下马顺利成长 看来种种原因导致直期不得不被迫下马 但是在直期研制的过程当中也为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在共同研制重型直升机 这是说明我们现在的能力不足了 难以进行独立研制了吗 朱老师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实际上重型直升机的这种研发的难度的确是非常大 它有几个门槛你必须要过 第一个就是发动机 刚才杜主员也提到就是动力 你怎么样有更强劲的这种心脏 包括直升机的工作员你来说 发动机是首当其中需要客户来检对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材料 特别是讲业的一些技术 还有教练讲业的技术 你看俄罗斯最上的这个领域当中应该说 基本上不说是世界第一 应该是世界第二的水平 但是它的一些直升机 K52也好 K50也好 C20也好 都会时常出现 讲业会出现一些状况 出现问题 那么第三个就是飞控 整个直升机的这种控制器的飞行控制系统怎么去做 怎么去弄 在大型的运输机这个方面 我们尽管过去做过了一些研发工作 但这个领域当中的积累 不是太多 不是太雄厚 只有把这个三个门槛过去以后 那么我们可能祈求那种的大型的运输直升机 应该会离我们不回太远了 看来还有很多的困难 需要我们现在要去克服 我们也期待着自己的重型直升机 能够早一天装备到军队当中 但是其实很多的军迷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最近在网上就有很多的军迷 绘制出了他们自己认为的解放军的 配备的重型直升机的草图 下面我们就一起通过短片 一起来感受一下 近日 一组我国新型重型直升机的图片 在网络上曝光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该图片是由军迷用电脑绘图描绘的 自己心中的 我国人民解放军未来装备的 30吨级重型直升机 该直升机采用绿色服装 共轴双旋一的设计 为飞机提供了强大生力 在机身上方 还安装了两具寒道推进器 以提高飞行速度 图片中 该直升机飞越鸟巢 穿过山川河流 越过了层层雪山 显示出了超强的机动性 和全天候执勤能力 网友们对我国早日研制 重型直升机的热情可见一斑 而与此同时 随着辽宁号航母的服役 以及国产航母的研制 中国也已经开始考虑 要求中俄联合研制的新型直升机 具备海上起降能力 届时 该直升机可以在航母 以及大型两栖战舰上起降 为其进行海上补给 目前 航母在海上 可以通过补给舰 运输机 直升机进行物资补给 而补给舰 在为航母补给的时候 需要架设临时所到 要求颇为复杂 美国也曾在 弗莱斯特号航空母舰上 进行了C130运输机起降实验 希望能够解决 航母和陆地之间 人员调动物资运输的问题 虽然实验本身非常成功 起降都毫无难度 但是C130的尺寸 会大大影响航母 飞行甲板正常运转 最终还是取消了这项计划 因此 大型运输机 只能进行空投补给 而小型运输机 则运载能力有限 一旦重型直升机 加入航母编队 其媲美大型运输机的运载量 将大大提高 对航母的银挤能力 我们看到 随着辽宁号的服役 和中国航母的研制 重型直升机 其实中国现在也在考虑 它如何登舰的问题了 那么这相对于 普通的直升机 重型直升机 因为在重量和长度上 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会不会增加它在航母上起降的难度呢 曲老师 从技术难度上来说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因为在国外的情况来看 像美国的超级直升机 MH-53超级中马这种直升机 时常就会在航母上 或者大型军舰上进行降落 进行垂直起降 主要的核心的问题 还是一个 就是有这样足够大的空间 有起降的甲板 能帮它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跟甲板上人员的一个配置和配备 我想就是重型直升机相比于固定翼飞机来说 在航母上或者大型水平舰上的起降难度 应该要小一些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到了 重型直升机因为它在运送能力上的非常杰出的表现 它一旦成为了航母舰载机的一员的话 会不会对航母整个的战斗力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呢 它应该是今后航空母舰作战的一个重要元素 它虽然不起眼 但是在海上扫雷 前方侦察 预警 包括补给方面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因为整个的航母是一个多条作战平台组成的大编队 如果进行物资的输送 它的大池量 它的大载重 能够在很少的航次中 就能够满足整个作战舰艇的需要 所以能够最大限度提高补给的效率 这是垂直补给的一个重要平台 如果没有这个手段 如果海上的情况 或者是其他的手段限制了补给速度 那么它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另外今后的海上扫雷 这种作战行动 它必须要承担 你像美国的海上中马 如果加挂扫雷阀 它可以在一些陌生海域 或者疑似有水雷的海域展开各种作战行动 如果下面有水雷 作战编队绝不安全 与古老的水雷相比现在还是穷国的战略武器 还是穷国的原子弹 如果有了这种作战能力 那么在提高海域作战安全方面 会有另外的一个选择 另外很多服务保障工作 恐怕它也需要进行 比如加挂雷达之后 它可以形成预警机 如果固定预警机没有服役 它可以弥补这个空白 那么今后的一些情报侦察 包括气象探测 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多用途的综合保障平台 所以重型直升机对于海军编队 对于航母编队 它的作为很大 你看你怎么选择 怎么使用 力拔千斤的重型直升机 在军事行动中 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非军事领域 它也一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完成大型物件的吊装 森林防火 医疗急救等任务 在历次重大自然灾害面前 重型直升机均表现出色 冲在灾难救援的第一线 此次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进展顺利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守卫我国领土和人民的队伍中 重型直升机的身影将很快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了否犖认 警告 关乎